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一开始并不是那么顺利 当初为了让老人们能够跳流行舞蹈 曾阿嬷在舞蹈动作上下了一番苦功 我也是练习的是很尽力的教 他们也很尽力的学 这样学大家学 现在流行舞蹈动作太大 不适合活动力较缓慢的老人们练习 所以曾明镜与点栏目 为了他们调整舞蹈姿势和编排位置 就是想让他们能与年轻人一起跳舞 在台上尽情演出 编曲舞来热力四射的郑明珠阿嬷 其实从小就展现了她对舞蹈的高度兴趣 踏车那儿就都有让老师叫出去跳舞 可能我自己也喜欢跳舞 比较有去兴趣 人家在温度上有在跳舞 一定会觉得比较年轻的感觉 若亏证明珠阿嬷这个幕后推手 所以她和她的舞蹈社伙伴 才能够与年轻舞者 一同在小巨蛋舞台上合跳现代流行舞蹈 对他们而言小巨蛋表演落幕并不代表结束 而是他们持续向世人展现不服老活力的开始 曾经失去至亲的妮敏然遗孀李丽华 在众人陪伴下走过伤痛 现在她拥抱人群 在南港社区大学开设歌唱课程 并且带领学员到育幼院现场 分享爱与关怀 南港社区大学 大明星陪你一起卡拉OK 授课老师是曾经在 演艺圈宏集一时的歌星李丽华担任 在课堂中除了传授歌唱的技巧外 李老师也会带同学到社区邻里 从事慈善活动 而这一天 他们就来到苗栗圣方记育幼院 我终于失去了一个家里这么亲密的家人的一个感受 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人来关心我 那个关心是我们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所以这一次带着很多的学生 我们去做了一些关怀 育幼院给一些亲 亲少女 诗比授更有福 这群卡拉OK班的学员 除了寓教娱乐之外 也会以实际的行动行善 让欢乐的歌声充满温馨的笑容 今天分享的两则公民报道 是不是让人看了都有温暖的感动呢 PayPal公民新闻平台上 还有更多的温馨故事 欢迎您随时上网点阅 而如果有任何想法 也欢迎留言讨论 PayPal公民新闻报 我们下次见